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不是就像法界观 因为你知道能观的心永远是一 但是所观的一切圆境一定是二 所以它能担当变化 但是它必定回到原底 这就是法界观 将来你要是心熟知识 每个另头当下你就知道决心的作用 然后在决心之中解释现在的缘起 原始缘起当下又知道它能够起成什么样的绝招 就是如是反观 这就是法界观 这就是法界观 将来你纵然还活在这个缩活上 这一期果报未了 但是你的心性就绝对不是过去凡夫的业力 而且你在观这些红尘世间 你再也就不是如是过去像一般众生以为的那种刚强 真的存在 那不是 你是知道什么业感 什么缘起 它成就什么样差别 业尽世界 那那谁听得懂吗 还行 还行精神 还行也要知道还行 佛门中教授 就是讲这些心 这些心虽然师父常常教的就是告诉你在决体中担当 那或许就有人问 那决体中担当就只要知道这个绝吗 目前是告诉你 你绝对不要跺在你过去习惯的那个夜感的潮就中 所以你现在要在每一个感受过去你习惯的夜感当下 你要提醒自己那个绝照的根本 本来平等 本来就不是你现在夜感的超越 你只要念你之间在每一个法中 你要先知道是决心所限的 那你就不会是跺在夜感最末梢的那种造作 先能够求得如是心里面的方向 将来 就是我常讲的 将来决心一定还你一个清清楚楚的智慧 清清楚楚的绝招 因为它就是决心 因为万法为心 你只要不跺在你过去的那种井蛙之界 将来就还你一个圆绝的大名 这是一定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那个信心 所以你不必还抓着自己现前的一些卑劣之见 之见解去解释自己在怎么样修行 去解释什么叫佛法 都没有意义 你能解释得出来吗 对不对 你用我们现在这些卑劣的解释 你能解释些什么呢 你要相信决心的根本存在 我们现在之所以解释不出来 是因为跺在感受之中的那种过去夜感的束缚 你当然解释不出来嘛 但是你再怎么样跺在夜感的束缚 你的决心从来不灭 所以我们佛法跟一般外道是不一样的 外道是你要在感受的束缚 你想要挣脱出来再走出一个超越 走出一个超然 然后再想到那种超然去解释其他的道理 其实那个你觉得走出超然 就还是永远没跳出你那个自己的夜感井蛙的那种 夜力障碍 所以他要告诉你 你不管你再觉得超然不超然 决心 你能够让你觉得超然不超然的那个决心 也从来超越超然不超然 所以你懂得到了以后 你就会欢心喜悦 就是当下摒除过去的一切夜感之鉴 夜感执着 你就相信但要还得决心之时 决心就会从头还我智慧 还我深入一切法的智慧 所以有的人误会 说那个师父你只要讲决心 决心就好了吗 就单有意思是决心就好了吗 因为他没有在心法中参我 从来不肯回光在决心上的道理 也不肯在过去古德祖师讲的道理中 你要去体会一下 所以他们就会有起成这种怀疑 起成这种怀疑 那不是决心就好了 那你现在你现在认为 就是决心就好了吗 这句话也是决心出来的 这句话也不是你自己蹦出来的 你没有一法你可以离开决心 能够显出现在的这一句话的 你这句话不是还是决心出来的吗 那决心随你现在的夜感 蹦出这句话 决心也可以随不同的夜感 蹦出不同的话 决心也可以在这种超越的夜感里 蹦出超越夜感的话 你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因为决心它超越一些夜感 你的决心本来超越一些夜感 那你为什么不肯回头去 站到决心之中再去看一切夜感 讲你站在决心之中 再去看一切夜感 就不是现在是躲在夜感之中 去妄想存多决心 那是绝对不同的夜里的 这样的夜感存多决心 决心被你拉入夜感 就变成了卑劣 你在决心能看清一切夜感 因为决心看清的夜感 纵然再有差别 再有种种夜力 但都知道是决心的应用 你都知道是决心的应用 那就不一样了 角度就会不同 所以一定要发愿 这一生既然学了佛法 佛法到底在哪里 不是跟你讲的任何道理 也不是你想要求索的任何方向 都不是 当你起心动念 只要蒙出一个念头来 都要告诉自己 那个能觉的灵明是谁 那个能觉者谁 先要去回头反观 你那个根本从来不是的决体 那个根本从来不是的决心 你要是真能肯发这样的心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大精进 那个叫真忏悔 因为你能够体会到 一丝决心的根本存在 你就绝对不是过去 你习惯的夜感 那是真忏悔 那是大忏悔人 那是大精进 一定要这样做 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将来再想要说 我要怎么修行呢 我修行的是不是对呢 那这些你就告诉自己多余 谁让你在这个上面 一直还在被自己的意念 过去习惯的那些想法束缚 我觉得这样修行的对不对呢 你要知道觉得这个对不对的是谁 将来你会觉得 哎呀我又这样的修行对了呢 你觉得对也知道 觉得对者谁 觉得不对呢 觉得不对者谁 你永远不会坐在对不对上面 我就让你在过去你习惯的夜感上面 你先提起一个 那个就是不是一般众生能提起的地方 那个叫大修行 你不要小看师父说的 你要真能提起那一念 那要多少诚意你知道吗 你要多少坚决 你要多少惭愧 多少忏悔 你才能提起那一念 不然下一念 你又是习惯在意念之中去摸索 相信吗 绝对都是 因为意念之中的摸索 夜感太强了 什么叫夜感 习惯性太强了 简单一点 第一一点的 就是我想把招课背熟了 但是里面好多那些精神就感觉好难懂 好绕嘴也不熟 你说的是咒语吧 咒语 请师父指点一下 其实每一个人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有这种想法 很绕舌很难懂 那是因为深 那是因为不熟 你只要告诉自己 学这个东西熟就会 没有什么难不难的 那你说现在好像很绕舌 那你就告诉自己因为深 常常有这种念头 很多事情你都会了 你都肯学也敢学 只要肯学敢学 心里面那个发心力量不同了 你就学着就会比别人快 这其实这一念也是什么 也是决心 决心用的信用不同而已 信用就是你现在的愿力 信用就是你现在懂得怎么样 内心里面的力持 力量跟持用 力持就叫信用不同 所以有一次我们方便解释明相 但是你要相信明相之中都不理觉 虽然刚刚讲这个决心 你信用不同 但信用一定要发起那个信用的决照 才能够反观 才能够回馈于决 所以能够有信用不同的决照 于是决心赋予信用 有人能起如是决 所以决心虽然叫长照 但是他长照以后 他就会赋予信用如是决 这个赋予信用的如是决 他在回馈给决体 决体就能发出如是大用 知道吗 这里面的臭中复杂的关系 你都要知道 但是信用自己不知道信用的 是因为决心照他以后 信用上面有决的作用以后 还成了信用的决照 那仿佛好像又还给决体 但事实上它就是一体决性的作用 所以这里面的维系 就像现在科技发明那种维系 彼此的交互 但是彼此交互之中 你会发现的根本就是一体 你能够把心性之中拆解开来的 然后于性于用 然后又能够普相射受 但是普相射受时 你又不失 你根本知道它根本就是一体的作用 搞不好将来在任何事件法中 你都能够成为大发明家 因为任何事件的发明 都没有离开如是信用 我就是说早上念经的时候 经常杂念很多 这个怎么样的事 我明白 杂念多人家观看自己 因为我们每天24小时 你念经可能只有两小时三小时 对不对 其他还有21个小时 都是打算在日常生活的观感里面 那当然杂比量你就知道一定杂 但是你永远相信一件事 你决心的不可思议 你觉得杂念多时 你是不是还在念 你不可能停下来吧 对不对 你杂念多你会发现 你念得好像还不会有错 对不对 那个不是也是你吗 那个有杂吗 只是你习惯认杂的是你 所以说你会那个念多 我杂念很多 你不知道那个念的还是你吗 你将来就会认 原来静的是我 杂念多你也无所谓时 杂念依旧在 但是多也无所谓时 你已经慢慢觉得 你没有什么杂念了 因为心就是这样 不是将来你完全没杂念 没杂念那怎么叫心 是任何杂你都无所谓 你只专注在那个静的我 那为什么你会专注在动的我 你知道吗 你就要惭愧了 每天24小时一定有23个小时 都在那个动的 你在那边认 所以你很难去认 那个静中的我 安静的那个静 静中的我 所以类似这样 里面诵经 要常常这样静下来 你会发现 久而久之 你会比较去重视 那个静的我 那感觉到外面那个杂念 就算念头随着外面的声音 你都觉得无所谓了 都觉得无所谓 那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 什么叫做静 为什么呢 因为静一定要在动中 你才能显得静 要是没有动 说你静干什么 不必要 对吧 根本连名字都不必立 根本没有动 何必要说静 动中才显得静 所以将来 你会发现 我们平常心很清静的时候 你一样处在 什么车水 马龙 鸟叫 花香 那都是处在 一切波动中 甚至于风来云涌 大风那种急吹 你都觉得静 不是吗 你还觉得世界一片激进 但是世界上一片激进时 你过去感到那个动物 感觉那些动向 依法都没有停过 但是你觉得 心就是如此 所以要多长一点时间 因为你一定现在有 第三代 你要操心第三代吗 对不是有的时候吧 你只是有的时候吗 不是吧 你要真的操心 就要还他一个 你看你是姥姥还是奶奶 你要还他 你看姥姥的心境 是怎么处在人世间的 这样操心 让孩子将来 他能够天天跟着你在一起 哪怕是接触你一下 能够掌咬那一点气氛 你才是真正关心他 将来赋予他 这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要多修这个 那后面那个 也是一起来 无语 无语 无畏 大学法词都是取无字 无字 无畏 我本来也想用一个无字 我不是在大学 讲大学法词的法脉 有讲帮人家取什么无聊 所以要在这个心性上修 佛门的东西都是 你因地心中下手 就要做见性法门 因地之中 若不做见性的修行 你将来想要证得 见性的果德 果报 是绝无可能的 所以明心见性 也不是将来明心见性的 明心见性就是让你 最初下手时你就是明心见性的 什么叫明心见性 一切念头当下 你要明白这代表我什么性 一切作用现前 你知道这些作用 它是成就什么样的行为 你在上面知道成就什么样的行为 你就是见性的人 你就念念之间在性上解释的人 每一个行为 每个念头都在心性上解释的 甚至念一句佛号 你都知道 我念这句佛号 我发的是什么心 将来这句佛号会回馈我什么心 都要清楚的 哪怕是还有一念 什么想到是 阿弥陀佛将来会来接我 这一念代表什么心 是真正心中大彻大悟的心 还是那种 世间上卑微的依赖 那种委屈心 都要清楚 你能够在一切行为之中 都能在心性上面去表达 去了解 你因地心中 就是明心见性的修持 将来避震明心见性的果 为什么 他看一切世界 看一切行为 他可以解释的是什么心 他看一切作用 他可以解释什么心 他环绕一切世界 一切缘起当下 他看到就是心性二字 他还有两个 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解 人我对待 他也知道什么心 那这个人活在世界上面 世界上 虽然有种种相 种种行为 种种姻缘 他就是在解释心性而已 这叫做 这叫做 真正就是古人讲的 对吧 你想要去统领一个大国 要懂得如蓬小仙 你就是念念之间 就在心性上的 治大国 治你的心性就是如此的 但是凡夫呢 凡夫就是不 从头开始 不解心性 下手 虽然从善法 不解心性 因为不解心性故 所以自己在修行上 都多起疑问 多诸疑虑 这个对不对 那个对不对 你知道心性的 你还要问我 对不对吗 你要明白 你自己发心的 你还要问我 对不对吗 所以你要知道 心性的人 你一定最初懂得什么 懂得什么叫 发心功德殊胜心 因为你懂得发什么心 你不懂心性的人 不在心性上解释的人 你就永远都会在 一切行为之中 自己多疑 不但自己多疑 还会被一些无名的声音 你被他迁流 被他带走 用世间最可悲的 依赖语言 你马上甚至于 把整个佛法都断送在 那些依赖的文字里 那种意象中 什么佛来接你 佛来干什么 佛来如何如何 假如是要佛人来接你 佛早就接你了 何必你要等到现在 佛是大慈悲人 为什么到现在不来接 有的人说 那我要好好念佛才来接 你好好念佛 你也可以想尽办法 让我好好念佛 你干嘛让我好好念佛 你让我念佛 你要来接 你不是很有力量吗 你干嘛还要我好好念佛 所以都不是如是的 但是你要是真正知道 那个心性之时 你让那一念下去 你念那句 拿摩阿弥陀佛 他一定转换你的心境 因为你知道 念的是圣的名字 你是用心性 面对一切法的 那你就知道 这句鸿鸣之中 它不可思议 那种接引 真正的接引叫什么 真正的接引 就是以绝应绝 那个真正的接引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它潜移默化 它一定潜移默化 你有一句鸿鸣之时 你将来心性之中 就能够念你之间 就看到心性之中的长养 因为你心性中 长养不同 你还不要往生了 你再活在缩佛世界 你看到这个世界 就不同你过去 感觉的世界 你才知道 西方到底在哪里 西方不是你用 现在的卑微 那种幻想 想上一个 殊胜的环境 西方还是真正 你坚信以后 看到你信德当下 那叫什么 那叫信土 看到信德当下 你是什么信 就是什么土 所以你就能够真正去体会 那法信之中 什么信都是什么土 那法信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无量土 它就是无量信 因为什么信就是什么土 那这个法信 一定是超越一切信 对吧 所以它才能够 在一切信中建立一切土 就像镜子 它能够建一切色 它能够照一切色 它就一定超越一切色 你就不能拿哪个色来亮它 因为你不能拿哪个色来亮它 所以它就能够随缘陷进一切色中的境界 就是色中的土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你在那是无量土 你去的就是那念心性之中的无量 你要明心见性 你念一句佛号 它都不亏负你 你那个心性之中 你就看到佛来接 什么叫佛来接 居心中的态欢 那个心底之中 那个阶影之中 心性之中 不断的 就像那个过去古德讲的 阶层自可转繁星 不断的那种自我的那种转变 你就相信佛就是这样子接的 一个人念圣贤的名字 他是要看到他心性之中的转繁成圣 那叫圣贤来接 一个人若是念圣贤的名字 一直等着圣贤下位 拿大手牵小手 那叫来接吗 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糊涂的语言 因为不见性 因地心中都不见性 因地心中都不在心性上解释过 所以他们在幻想 都讲的是佛法中的名字 你将来要明心见性 现在不明心见性 将来你要明心见性 可有事处 现在的明心见性 那叫什么 那叫明辨因果 那叫善思维 那叫懂得念念之间 在善法检则 将来的明心见性 你心性纯属时 举手投足 就是一切的智慧流露 那是明心见性 能够如是做的人 是最懂得佛法的人 能够如是做的人 是绝对不辜负今生 这一个心性的人 能够在这一生中掌握心性的人 他绝对不是恶法的人 绝对不是三徒的人 他将来依旧能够活到人间来 我们先不要讲天上 依旧会到人间来 但是人间呢 人间就是他看到心性的地方 什么叫看到心性的地方 他看到大山 他就知道大山代表什么心 看到大海 就知道大海 他代表什么心 他看到弃世界 不过就是一心而已 所以弃世界 绝对都是利益他的世界 那叫道场 但是今天念佛 你都还等着大佛来接 用这种卑微 将来是不是人间都很难想 因为只要是卑微 心中就是负面的 那三徒一定存在 只要就算你能够活在世间 你看到大山 你也觉得卑微而已 等到大山来拔击你 等到大 你只想到说 我要常常清净大山 去感受一点大山的壮阔 能够拔除我一些现在的痛苦 虽然你已经懂得去清净大山 但你心中的体会 跟心中的纳受都是可怜的 你的阴地心中就是可怜的 你都不能察觉 就算大山一时给你一下 好像拔出烦恼的作用 但你不要忘记 你那一念心的阴地就是可怜 你将来还在可怜上轮回的 这都不用讲到佛们之中的心法 就讲到心理学你都知道 所以为什么你明白心性的人 他发的愿力一定是什么 一定叫大愿 因为他不会辜负心性 你要不明白心性的人 就算你长得说什么 你清净大山就能转变你 讲这个话因地心中就是委屈 虽然师父也常说了 你看到大山大山能转变你 但只是我告诉你 心境它能随便转 所以你不要抓着心境 但我不会把这个看到大山 大山就能转变你当成必尽 那你说也没有人讲这个 这个类似的 看到阿弥陀佛 大阿弥陀佛 大手就来接你 就类似的意思 这种怎么叫佛法呢 佛法是一心性担当的法门 你要是能够真的如实担当 将来给你一个世间善人的名字 他都能够潜移默化 植入你心腹 那个什么叫植入 一到你心里面 你的行为就变 你的个性就变 你的智慧就变 这种人在世间上才是 真正聪明的人 所以这种有点类似 我常用辟语叫孟母三千 没有一个人有一定的个性 他随着不同的环境他就变 但是孟子他是根本不知道选择的 随着环境变 那环境变的是善是恶还不知道了 对吧 因为他孟子都讲了 人之初性本善 那个善字因为后面还有菩萨 以前没有来听过 师父再讲一遍 人之初性本善的善 不是善恶的善 人之初性本善的善 是能不能的能 所以你会裁缝叫善于裁缝 你会煮饭叫善于煮饭 所以那么人之初那个天性是善的 他就是能不能的能 你给他好的他就能好 叫善于好 你给他坏的他就能坏 他是善于坏 所以才叫性相近 心相远 狗不叫性乃千 所以孟子都知道那个性 但是他只是知道环境变他变 佛门中的修行者是 他懂得用如是环境 照见他根本本来的决性 不只是那种伪奇 只是看到心性变 他是要再照见他本来的心性 因为既然环境变 他的个性就能变 那我们的心性到底是什么 佛门弟子就知道 那心性一定非一切相 非一切法 所以他才能够善用一切相 善用一切法 所以他更能够在一切感受之中 他懂得善用一切法时 他更能争议 争议他那个心中本来的超越 本来的超然 那个时候再说于变 再说于善用一切法 他也是什么 他也是站在根本出世中的智慧中 入世的智慧而已 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只要你的发心 跟你的见解不同 将来你会发现 你果地之中所纳受的 就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这种发心要在哪里开始 就是师父讲的 任何法中 先要懂得明辨心性 叫做明心见性 要明辨心性 假如明辨心性的人 你这样子念佛你都知道 这种心代表什么心 将来会还馈我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心 你就会知道 如是念佛 如是发心 就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都叫亵渎鸿鸣 叫亵渎鸿鸣 这样子你自己的念佛 才知道佛那是鸿鸣 六字鸿鸣不可思议 那种心法之中的 那种念念之间的心性中的张扬 懂吗 那那也叫吴 反正叫吴 在西云大藏在佛光山那边的 不是跟那句法师 西云法师那边是什么被 西啦 哪个西 真习的习 真习习字背了 现在它下面有很多新的 我们就不知道 已经到满字背 满 我们后来知道是到满字背了 他在家地址也用满 可以啊 这边你问问题大声一聊 那录不到你 录不到正好 录不到那我师 你要做师 我不问自答 就是那个叫 尘杀祸 我想定时的解释 讲一下 就是尘杀祸 你显然看都是尘杀祸 我就如同浮沉一项 尘字还有个意思 就是动起为尘 心意 因为动起就叫为尘 然后在飘蛊 或者尘积为沙 那个尘就不是那个尘埃的尘 就是尘压的尘 尘积为沙 那尘尘之间 尤其是中国字中 我常说我们活在中国 汉传佛教 你如果是不好好学佛 那真的是太可惜 因为我们中国文字里面 那事实上它早就帮你解释了很多道理 那祸字怎么写 祸字它用个祸许的祸下面一个心 就意思就是你在随便动起之时 随着那个感受的沉淀 沉积当下 你把它许成了心了 你认许它是心了 当你许许它是心 就是二心 一二心就是祸着 二心就是祸着 明明决心可以绝好绝坏 可是你马上躲在好绝坏绝 就是祸着 绝好绝坏绝对是一心 绝好也是这样绝 绝坏也是这样绝 对吧 但是马上就会起成 坏绝好绝 那就是二心了 对吧 那就是二心了 那就祸着 你已经入沉沙祸了 对吧 就是这么快 但是眼前这么强烈的沉沙祸 你要知道 好绝坏绝 要是没有那个绝好绝坏 哪有好绝坏绝 所以任凭你随缘的种种差别 好绝坏绝 种种差别 你也知道 那是心中的绝好绝坏的根本 信中的本来是一 那叫什么 那叫 你从好绝坏绝处 知道它原来就是 信中的根本是一 从信中的根本是一 它能担当这个好绝坏绝 你知道吗 你在修什么法门 是吧 你这样做官 叫修什么法门 是吧 那叫做 称赞如来 就是如是法 如是来 如是来 如是法 就是称赞如来 就是普贤十大愿望 你已经在修 不然你以为称赞如来 就是把如来的名字放在里面 喇嘛阿弥陀佛 我赞叹你 那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两样 称赞如来是心中念念 与其相称 相称者称也 举阳者赞也 那如果叫如来 你能看到心性之中 如是法如是来 一切诸佛就是正的如是心性 就他方明如来 那你要真正赞叹如来 你就要在如是法中 念念回光 所以将来你 你不要小看 师父是叫你观 你要是真能观 这个心性中 能够起成一切差别 一切差别 他就知道是一个心性 当你观熟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人生 你的世界 你的家庭 你的亲缘 你的一切感觉就在这里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切感觉 明白它就是一心的平等 一心的平等 它能担当一切差别 你已经不是追在人间 你已经不是人间业力 你甚至觉得家庭这么真实 觉得真实也是决心 觉得如何都是决心 你可以知道真实 但是真实上 你马上也知道是决心 所以决心懂得 那个真实当下 应该有的信用 你活在世间 你就是念念不住的人 你念念不住 还能够念念大明 就类似于旁观者青 你才叫圣贤 那叫沉沙祸 所以你看你多少祸 你每个感受现前 哪怕是喝水当下 一入蛇一沾蛇 你已经叫沉沙祸了 为什么不叫沉沙祸 你不是在决心看它 你都是抓着它说它 那如何在决心上看它 你但要肯学就能回头 你在每个感觉上面 懂得决心到底在哪里 就是师父讲的 能觉者神 先提起这一句话来 你就算提起不出这句话 也要知道无量光 无量寿 那感觉 譬如是这杯茶 就是这个深茶 那个觉 你可以知道那个差别 那个感觉 但能觉者谁 那一定是决心的无量 它无量才能够知道一切 所以你为什么能知道一切吗 你要是只能知道一 你就不能知道其他的 你就也这个一 你也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我在这个茶的味道能知 其他的茶也能知 因为这个决心 它本来就能知道无量 所以今天我要怎么震得它无量 我在这一个上知 下一个我也能知 所以我也不用在这个上面 舍去这个再去找到那一个 每一个当下 你就知道它就是无量 不是吗 这个我讲起来 你可能稍微听得懂 但觉得用不上 为什么用不上 你不用过 你从来没用 当然用不上 但是你说用不上 你就真的用不上 你只要肯用 你只要肯用 那师父我接着吗 就是 嗯 不是说 你对一鸣在后面看着他 要声音大一点 就是说这话就有点 这个 也不是 怎么对啊 就是不是说罗汉是灭的 剑丝火 啊 说罗汉灭的是剑丝火 然后到菠萨才是灭的 我就是想 这之间的 剑丝 剑丝火 我就跟你讲 罗汉是从决心上 决心上震的 所以罗汉看到任何感觉 他已经知道是绝了 他还在决心中在立剑吗 不是吧 他还随着感觉说感觉吗 不是吧 他是在决心上明白那一切剑 明白一切感觉的 所以就像我刚刚跟人讲 决心已经能够 绝黑绝白 他知道是绝黑能 决心绝能线的 所以他不是剁在 黑剑白剑中的剑 所以他就也就不是 剁在造作之中那种丝 所以他就断了剑丝火 因为他已经知道是绝 绝一定能够明白一切感觉 但绝在绝的剑时 全剑也是绝 绝在绝的丝时 全丝也是绝 你能证得如此 已经叫罗汉 但是你要知道 那罗汉就知道 在一切感受之中 都在绝体上 所以他有个绝体能助 他有个绝体能助 因为你刚刚讲的 尘杀祸 是站在过去 我们讲尘杀祸 这个角度上 所以师父用这个角度 回答你 但你现在是说 菩萨他还未断 这个阿罗汉未断 尘杀祸 对不对 那你要再问到 这个当下正的 这个角度 就告诉你 阿罗汉因为什么 他不敢再还尘杀 那个也叫祸 那也不敢再还尘杀 就是这一次 你在感觉之中 已经知道是绝了 再见 再感觉 知道是绝了 一体是绝了 那你就不会 跺在是见是思上面 再去造作了吧 那现在再告诉你 那过去的 见跟思不也是绝吗 哪有离开绝 能够起的见是见跟思呢 虽然过去 跺在见思上面 因为你跺在见思上面 背绝故 今天跟你讲 全见全思 其实全体是绝 所以你就回来了 但是又告诉你 全体是绝绝 它过去现在像 再见再思的种种像 不过就是什么 决心必然随缘的成就 它必然成就 你不必要刻意 在见再思 还要有个地方可回 你应该知道 全体是绝时 你能够具体担当就是了 那个叫再入尘杀 你过去在尘杀祸中 去流转生死 叫尘杀祸 将来在圆满菩提时 你不敢入尘杀 也叫尘杀祸 也就是这一次 师父讲宗经路 是跟你讲说 一切感受 众生临辅当下 也就是你的根本决体 这叫做 再还入尘杀 你点那么大头 有没有用 要讲听懂没有 听懂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怎么用 那怎么用呢 你不是出家人 又不肯真的用心 很难去体会的 那过去我们在参考 能够慢慢在感受之中 知道一些决体的清静 但是你要再发大心 再看到古德写的字 写的那些文具导引 你会发现 这一念清静都叫惭愧 你为什么守着这一念清静 学心在 根本在一些感受当前 你觉得不清静处 它都是本来清静 你相信吗 就像镜子照射之时 那个镜色之中 种种势力 种种境界现前 在那边翻腾时 那个镜色再怎么翻腾 都是镜体的清静 你知道吗 没有镜体的清静 你哪能够显出镜色的翻腾 你为什么不认 当下的镜体的清静 你就止足翻腾 将来你要说是认得 如是镜体的清静 照见翻腾时 也就是清静时 但是这句话要讲清楚 所以有很多的 现代的一些狂人 尤其是藏教 照见翻腾时 也就是清静时 所以他就他敢于翻腾 敢一照做 敢吃又敢喝酒 敢做什么 甚至还跟你讲说 他也敢谈恋爱 那叫胡扯 你要是真正是照见清静的 担当的翻腾 那没有一点翻腾之中的希求 就像镜子 你知道镜子能照一些黑 照一些白石 你站在这个角度去解释镜体 它虽然现在是照白的势力 但它没有半点希求 它只是明白如实的业力 你还有一些希求 你还说可不可以做 那都是过去沉沦而已 就看得出你就是心里面 跟如实业力不肯割舍 那根本就是业力中的造作 跟那个明白业力 怎么会一样了 明白业力中 是没有任何希求造作的 因为他没有希求造作 他才能够倒业力回归绝海 你但有一点希求造作 你就是从觉体之中 就沦落在感受之中 所以现在的狂人 因为大圣佛法之中 他将来你要认得这点决心 他还叫你倒架慈航 所以后面种种文具 所以现在的狂人 和很多的那些人 就假借这些文字 假借这些声音 去欺骗大众 去欺骗 哎呀敢做就是正见 敢如何如何就是如何 我阿弥陀佛 可以 你把头发剪短了 是吗 师父还有剃刀 还可以 还有调整空间 还是觉得这么短 那没办法 因为你跟小燕在一起 小燕故意你看 师父不来 师父一来了 把头发剔下来 你是跟我叫板是吧 对呀 不许把它劈下来 就是 比如说打坐的时候 腿很痛 我本来是想 做多长时间 但是很痛的时候 他想拿下来 那我如果不想 让他拿下来 我那个不想 是不是造作 因为有 就是感觉有 就是他想 腿筋痛得要下来 你不想让他下来 你们就好好玩就行了 你在那边玩就好了 反正就不是打坐了 你就两个人玩 就叫玩腿 跟打坐没关系 你那段时间 叫做跟腿玩 那既然要体会他变化 其他东西也叫变化 你可以知道 你绝对不是那种放逸 什么不能堪忍 一点痛楚 你就把它放下来 不会是这样的 但是已经到了一定的时间 因为人体有这样的极限 目的让你打坐 目的让你心静 心静是能关切法的 所以你要痛 不能够在忍的时候 你告诉我 不能忍是如是像 所以你就能够 轻轻地把它放下来 你叫轻轻放很如是像 你目的是关心 不是在跟它抗衡 但是你会知道 因为你要用功 所以轻轻放两秒钟 再轻轻放回来 每个动作也是轻轻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一样也叫修行 可是你却在那边跟腿玩 不要下来 你那个挣扎 绝对没有半点 是在决心上的 你是在上面感受上 一直跟它扭曲 跟它挣扎的 你浪费太多光阴 可是你要相信 师父要讲完 可是你要相信 只要这样子不断 这样子来回来回几次 它自然盘腿时间就长 谁让你在那样子念干什么 我们又不是念马戏团 我可以说了吗 说 就是因为那个痛 它也是假的 就是我怎么会黏得那么紧 痛也是假的 没错 你可以后面解释这样 这样是没错 但是事实上师父 因为师父是过来人 你在后面讲假的时候 是你大部分的 所有的意识 已经大概八成九成 已经是跟着痛在造作 只有后面 有两个两成的良知 说痛是假的 那个痛是假 这是随着那个造作之中 崩出来的话 那总没有意义 我让你知道是假的 放腿也是假的 对吧 你觉得放也是假的 就觉得太放眼了 一痛 痛没 你那个念头是在跟它挣扎的 跟它挣扎的 都是过去习惯性 感受上的声音 纵然还有一两句 好似要回家的语言 但是你已经放弃了 应该要守住 那个心性的那个方向了 所以你可以慢慢放回来 轻轻轻轻放 那你潜在意识也知道 就是这样放 将来这个能盘多久 将来就一定盘 担心它盘不起来干嘛 对吧 一定盘 所以现在何必急的 一定要在这上面造作 你先学会 尤其是我们在修行上 你先学会 在每一个感受 那种强烈度 你可以担当的 你都守住 那个心中的亲近血 你不必可以把它崩太死 就是这个释迦摩尼佛讲的 你把弦崩太紧 那天就断了 那个弦就断了 没有意义的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将来都在感受之中 都能够调试心境时 可能将来再下面一念 那个痛楚可能会加深一点 可那个加深一点 都是你心中能等待的 就不一样了 可你现在一直跟它挣扎 在那边不断在那边 互相消底 在那个磨的 那个就是还是 多在感受这个区块的挣扎 那你 结果你后面的几十分钟 还是习惯感受这块的区挣扎 没有意义的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个读经书 然后跟不良的习惯 我们去课 比如我抽烟 每次 比如读经浪经 读完 感觉身心很放松 就是那种感觉很好 不抽烟了 抽烟没什么 就是对抽烟没有感觉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哎呀 那个烟影又上来了 抽一下吧 就是感觉 其实那不是烟影你知道吗 其实那是不是先慢慢来 你刚刚讲到烟影 是不是一步一步扑 那不是烟影 很多的影子从哪里来 就是突然潜在意识里面的 或者叫不知所措 或者是茫然 或者是无聊 或者是心中比较 就是负面的那种情绪 你才会想要抓一个 感觉一下好像 有所存在 有所依赖 那些是那个 哪有烟影啊 都是这个影 对吧 所以你说抽烟 那个抽烟怎么改变坏习惯 因为你已经在诵经了 你要知道 看到诵经的时候 你要知道经文 就是或许你刚开始诵经 这个文字不能入心 但是目的告诉你 修行不单只是诵经嘛 你还有时候要调调心性 刚刚师父跟你讲 什么心什么性嘛 对吧 要明白心性 假如你真正都能在心性上参食 你就会知道 那抓起一根烟石 这一根烟 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心性 当时假如每天有 假如你天抽一包 一包二十根吧 你就二十次在熏习这个心性 你将来想要从这个心性离开 是太难太难 对吧 而且这个抽烟以后 他本来抓起这根烟的那个影 他就是负面的东西 负面的情绪 就算你不承认你都要知道 他这就是负面的情绪 他是一些无名的低沉 无名的依赖 无名的这种茫然 他才会用那些东西麻痹自己 麻醉自己的 再一个就是他抽下来 抽到你肺里的时候 就是浊气 那个浊气在 他还会还你不好的意识 知道吗 浊气啊 他会改变意识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不吃葱姜蒜吗 你们都知道吧 姜吃 不吃葱蒜吗 口误吧 我葱姜蒜 我天成姜就吃 什么糊涂八糟 你不要乱说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不吃葱蒜吗 那因为葱蒜你吃了以后 它会带起一些不必要的 浊气跟气氛念头 所以常吃葱蒜酒啊 尤其是蒜 吃了以后 生吃人会气很粗 你控制不下来 有的你看 吃蒜吃很习惯 讲话都哇啦哇啦 口误就是三字经都在嘴巴里 他跟那些气 他离不开的 熟吃 生银心 所以你看那些葱姜酒 都是拿来做催情药的 对吧 那我们没事吃到肚子 你打坐餐餐 想要不你没有那个忘恋 都还很难呢 你每次吃下来 助发 他有助发性 那一言讲回来 他有助发性 你知道吗 你吸在肺里 你不知道他有助发性 所以有的时候将来 你不要说 师父 怎么有很多烦恼 敌不开 你看看天天你自己熏悉多少 二十次 一天一报就二十次 烦恼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烦恼 运量于胸 运量于非福 早点断掉 所以不是在诵经 怎么改变习惯 是要你要诵经以后 你才知道 那些习惯代表什么心性啊 它会影响将来什么啊 它影响到最后 那一点就是习惯性最重的 你不知道业力强者签吗 习惯性最重的那个心性 它那个心性 有的时候 任何的气氛 它不代表中中法 可是在那个气氛里面 它就会感到 比较萎靡的 比较低潮的 比较低谷的东西 知道吗 然后你习惯在那个氛围里面 将来我们往生的时候 就那个氛围 突然感到一些不好的 你看到世界就那个不好的了 因为你没有做主的能力 你突然感受到不好的 你就从这个不好的 那个感觉里面 营造世界 那就要将来 你那一生过完 才能够业力消 你自己营造来 那有多可怕 要断 抽烟干嘛 点点香都好 点香的时候 你干嘛不抽烟 先吸香 吸一点醇香 那太浪费钱了 因为我的意思是师父都没有那好成香可以点 他有 多公养一点 师父也是西乡长大的 是不是给你添点 就是还是刚才那个痛的事情 就是打坐仗的时候那个痛 就是觉得那个耐受力会强一点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很差 就比如说我有一次扎了一个刺 然后我让我哥哥帮我挑 我想这是最信任的人 然后又是一个这么浅表皮的东西 我就放心让他弄吧 结果他真一下心我就挖的逃走了 我就觉得这种对痛的平衡也好 就是对他的那种粘着或者不粘着的感觉 你现在跟师父讲的这些问题里面 师父就告诉你这阴地心发错了 实际上你对痛的感觉怎么样 你明白痛也是痛 你明白痛也是绝 不是明白痛也是绝 明白痛也是绝 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对头的感觉 很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我们又不是木头 所以有的古德他虽然现在修禅定时 可以没感觉 但是他可以视线有感觉 就类似于你在痛的时候就明白痛 痛有的时候抽动那些都在 甚至于你知道心里面那种哎呀那些都在 但是你可以不随他 但是你过去是在这个上面一直抗衡的 所以你也不可能不随他 因为你抗衡习惯的 因为有抗衡就是对待 你也抗衡习惯的 那感觉都在的 什么痛啊不痛 什么砸下去都在的 清清楚楚 而且你还会知道有多痛呢 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痛心不随他是可以 就类似我说心若是坦然时 大病陷前大痛在前 或者是刀子割你 你可以不随他 但是你不是不知道痛 你也不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心里面是怎么样 在跟他起成这种这种对应的 不是不知道的 只是你可以坦然一点 但是你过去是一直在这个痛上面 去跟他计较的 纵然有一天好像你超越痛 超越痛你不知道那还是感觉吗 那你在纵算你能够超越痛 那将来还受轮回的 都受轮回的 要你的就是清清楚楚的心 痛 他扎你很痛 你何必下面那一念想说 我怎么对痛的感觉还那么浓呢 你应该是当下觉得很痛 那就觉得痛那种感觉 那是谁 你根本不是下面那一句话 你是历练之间 懂得当下就关 当下就关 所以因为你守不住那句话 所以你很在意后面的反应 哎呀怎么会怎么样呢 那 ve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